。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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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來,看這裡喔,來,我們看中間喔,來 一逼病毒陣毒 頭痛吧,頭痛,合授 我們最主要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玫瑰紅荔枝,外號它叫做拉鍊荔枝 它這個荔枝一波不會沾手 而且Q彈有盡 最主要它跟一般的荔枝有一點錯開時間 所以這個時候來吃我們的這個拉鍊荔枝 玫瑰紅荔枝是最好的時間 歡迎大家可以跟我們的這個分圓香農會來洽 荔枝 準備拉鍊 所以這個玫瑰紅 像玫瑰紅 還有一個這個像拉鍊一樣 所以這又叫拉鍊荔枝 那這個品種是非常的Q甜香 又有淡淡的香味 所以你剝開 可以透過這個拉鍊整間剝開 第一個不黏手 整個肉又飽滿質又比較小 所以甜度又非常的高 所以現階段在我們分圓這邊示眾 一般的民眾消費者反應都非常的不錯 它的價格也比黑葉的荔枝貴了差不多三倍 所以整個這個品種是很適合來推廣 讓提升我們農民的一些收益 它的稅呢 它的稅 你的稅裡面稅是比較小顆的 比黑荔枝比較小顆的 比黑荔枝比較小顆的 它是整個農事所嘉義分所研發出來的品種 它可以架接用玫瑰紅的這個枝 架接在黑葉的一個荔枝上面再去做生長 所以它的整個抗病性啊各方面 管理是比較耗工 再來它是比較玩熟的品種 所以也就是說荔枝黑葉都出來 問世之後它這個玫瑰紅才慢慢的出來 所以它的季節可以跟一般盛產期可以錯開 所以可以過得比較好的一個松疫 所以可以操作比較好的一個松疫 所以可以過得比較好的一個松疫 更加碎음 我在那裡的時候 在這裡的時候 在這裡下面的味道 哇 還要是在那裡 這麼多有什麼 在 三化縣正門 三化縣正門 水蜜桃鳳梨 楊炎香榮會 三化縣正門 再